欢迎回到新台湾新风大道 刚刚我们在看的是马英九总统 今天下午在总统府所举行的记者会 现在总统仍然在进行 这个记者会的开场白的部分 对于ECFA对台湾会发生的影响 进行一些分析跟解说 刚才大家听了前半段 辉文怎么看总统开这场记者会 让大家对于签ECFA之后的 后ECFA时代有了比较清楚的图像吗 当然马总统因为他的 他很多东西都讲过了 但是有没有乱讲 我举两个例子就好 你说还有讲错就对了 不能只有一个版本 我们提供不同的角度 让大家参考了 这个是刘易如 刚刚就在 你说在现场 正在台下听马总统 这个是金监惠主委 他说10年951要辅导企业 那就是说经济部有规划 99年就今年 到108年的10年951 请问刘主委 因为他是教授台大教授 请问为什么是10年 黄金10年 不要来这套 为什么不是7年 为什么不是12年 为什么是10年 为什么刚刚好跟WTO讲 那个10年 这样有点像 为什么是10年 当初也 这个不是最近讲的 去年王如璇 王如璇也在台下 他就已经讲10年了 所以要不要把这个东西 说清楚 讲明白 那我们不是比到WTO 不一定是10年 也不一定是90% 那到底是几年几% 所以我问题是很开放的 我都没有什么意识形态 第二个 这个是这个礼拜最新的商业周刊 他讲什么呢 他讲啊 刚刚马总统最喜欢讲的工具机 他说工具机啊 这个切销中心很抱歉 这什么东西我也搞不清楚 并没有列在这次找收清单 马英九的友人就是这个赖老板 赖老板 赖老板啊 那到底有没有在里面 有 他订单会更加 他说有啊 因为工具机 有很多项 很多项嘛 很多项 有赖老板所做的那一项 我先把这个讲完可以吗 好谢谢 有或没有问赖老板最清楚 我是不知道啦 那赖老板说谢谢呢 只是说穿了 只是去客套话 那我们去问的工具机 工会的这个总干事 我问的总干事 总干事说 我现在非常难过 非常沮丧 中国啊 不仅挡住台湾的优势工具机 去年还花了1000亿台币 辅导他们的本土 因为这个稿子写的不好 是他们本土的工具机业者 中国也有工具机业者啊 全世界应该都有啊 中国也有啊 大家不要以为只有我们台湾有啊 所以这个马总统 你到底弄清楚赖老板的 是上中下游的哪一游 那他公司的那个项目 因为只有六个员工嘛 你讲很多遍我都会背了 那六个员工 因为他的项目到底有没有 全部包括里面啊 我也搞不清楚啊 你说赖老板所有生产的东西 有没有包含在这一次的清单里面 不是 我要讲的就是说 谈判没有人这样谈的啦 你在谈判之前就先跟你讲说 哎 我有朋友赖老板 那对方怎么跟你谈 这人朋友 他会被骂 赖老板会被骂什么太子党 到底要不要列进去啊 我问你啊 到底要不要列进去 列进去的时候 你涂利他啊 不列进去说 你总统讲的也没列进去啊 没有人这样谈判的啦 不要再拿赖老板出来说 我觉得台中的特派 因为最近翁琪南没什么新闻啊 就跑去 问赖老板 去问赖老板说 你的项目有几项啊 你是不是有多列进去啊 你是不是如同商业周刊讲的 你只是客套化 谢谢马总统的客套化 总统到底弄清楚了没 我觉得赖老板出来讲清楚了 这我补充一下 这个工具机 你要补充赖老板有没有进去 工具机零件进去的19项 赖老板他是属于 台中经济的一个供应商 他是一个六个人的小公司 那简单来讲就是说 因为19项挤进去以后 他以后订单会增加 他接单会增加 所以他是获利的 而且这个经济部 在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 说因为我有发问 我问他说 最后赖老板的故事是怎么样 他为什么前面是哭的嘛 后面为什么挤进去 他们也不否认 某种程度也不否认 为了马总统的效应 马总统的效应 你看因为辩论会 我们都要记忆游生 跟蔡英文蔡主席两边 在那边辩论 一个赖老板来 一个赖老板去 那在初期的时候 没有列进去 后来赖老板这边反弹 民进党 自由十八 他们都拿来做文章 后来最后一刻挤进去了 最后一刻挤进去了 所以某种程度是因为 看马英九 马总统的一个面子 跟这个事情被吵得太大了 那我必须要讲一下这个记者会 说实在的 所谓的记者会是对媒体 那透过媒体做一个 算载具然后给大家知道 否则你们如果没有Live的话 大概不知道他讲什么 但是马总统他给我的感觉 他没有语言魅力 如果ECFA这个好事 他也摘到这个玫瑰了 那他应该是 展现他的一个语言魅力 你只要很简短的 告诉大家说成果在哪里 未来会怎么样 你为什么可以打造黄金十年 就算里面有引用 他刚刚有讲再把它加进去 信心喊话之余 你要适宜 你要解释 包括我们好几天谈到 你们call in观众的一些疑问 民进党的一些疑问 未来的 你适宜之后 你负责人告诉大家说 针对受损的那些产业 我们已经有什么样的做法 简单明了 然后要有一些语言 譬如说 We can 就是类似这种 不是一定要说We can 就是我们做到了 好我们做到了 然后这样一个 可是马总统他自我感觉良好 他像一个马教授在那边 跟大家上课 那我从头到尾 除了听到施木鱼 又石斑鱼又上场了 刚刚我们的庄教的时候 加了一个蝴蝶兰 现在用个工具机 又提赖老板 我说这个太细节了 那是属于经济部 下面谈判代表 或者说政府局长的一个层次了 你今天跟大家上课 跟那些媒体记者 我看到那两个外国记者 坐到前排 哇两个人都在摸额头 都快睡着的那种感觉 所以今天我是觉得说 即便他想把这个 EGFA谈了那么久 然后转变一个 他自己政治上面的 一个找收清单 但是用这种方法传达 我认为说 大家不懂的还是不懂的 听不进去 没有办法把这个效益发挥到最大 没有办法效益发挥在 而且某种程度你说 行政院长坐在那边 然后经济部长 陆委会主委他们坐一排在那边 感觉上这些东西都是 他们负责的这个部分 所以马总统要有个高度 讲完了终于讲完了 要个高度 要个高度展现他的高度 跟他在这个领头羊 或者说这个掌舵者的这边 他给人民什么样一个福祉 我觉得这个他没有传达出来 只是一个技术面的一个上课而已 在听完马总统上课之后呢 记者会应该算是要正式开始了 接下来会有记者提问 我们看到有人举手了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记者会现场 记者到底要针对后ECFA时代 向马总统提出什么样子的问题 去年您六月提出了ECFA的构想之后 终于在第五次的江城会谈完成签署 那我很好奇的是说 在整个的ECFA的谈判过程中 也没有什么地方是让您不满意的 那我们也看到在金融服务业的项目 也列入了这个早收清单 您觉得这会带来什么样的机会 那另外呢 在这一年多当中 您不断的强调ECFA会带来什么样的愿景或是效益 那您认为要花多久的时间才能让人民真正感受到 这个ECFA带来的效益 如果这个效益没有办法像您预期的那样 你会如何的应应 谢谢 我们这次的协商 基本上我们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原来担心的都没有发生 包括这个农业没有进一步的开放 劳工没有纳入议题 同时我们原来担心这17项弱势产业通通都守住了 当然我们还是有一些觉得美中不足的 包括石化呢 列入项目比较少 因为石化是台湾的强项 同时工具机也没有完全满足我们原来的期待 但当然我们因为跟对岸已经有协议 在生肖之后六个月内就会再协商 所以可以透过这个途径能够弥补它的不足 金融业当然证券业是有点失望 因为大部分人认为我们证券太强 他们刚刚起步 所以说在这方面有一些限制 但是我们还会继续来协商 至于说银行来讲的话 我们这次我觉得这个结果应该算是不错的 也就是说本来要到两年或三年后 才能够从事人民币的业务 现在呢一年后就可以对台商 对台商这个进行人民币的业务 我觉得这点来讲呢 对于准备到大陆去投资的七家银行来说 应该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讯息 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感觉到 必须要赶快改正的一项这种错误 为什么呢 我们到大陆投资的台商 投入的资本都号称超过两千亿美金了 可是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银行还不能够到大陆去 为台商服务 这真的是有点点荒谬的 那总算这次能够把这个现象矫正过来 尽管起步已经晚了十几二十年 但是呢至少开始了 所以这点我个人是感觉到 这个蛮欣慰的 那另外一方面各位可以看到 会计师也可以去了 还有其他的 这样会帮助我们的企业 在那边得到更多他所熟悉的服务业 对他提供的服务 至于说我们两岸经济协议所带来的效益 其实他的生效要最快要到明年 但是各位可以看到 他的效益已经发生了 已经发生了 在别的国家刚开始也都没有太期待 我们会做到这一点 但是各位看到 各国的反应都相当的正面 我们看到美国的反应 日本的反应 东南亚的反应都是一样 为什么呢 我觉得他们除了从机器面看 他们也会从政治面看 他觉得这是两岸进一步巩固和平的一个做法 换句话说海峡的和平应该会更能够确保 再回过头来看经济面 台湾变成一个通往整个这个大陆市场的一个很重要的平台 也会使得台湾在亚太地区经济舞台上的角色跟以前不同 所以我觉得这个效应不必等到生效就已经看到了 那么生效之后 随着后继的协商一年一年的进行 我相信我们争取到足够的时间来进行我们自己的这个转股的工作 我相信对台湾来讲基本上应该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我再强调一遍 他也许是个维他命 他绝对不是万灵丹 好的我们听到呢在马英九总统的记者会 刚才第一位提出问题的是中央社的记者 问说ECFA签订之后呢到底要多久 一般的民众才能够感觉到这个经济效益 马总统说这一次的ECFA签署之后 虽然明年的1月1号才要实施 但是现在已经看到不少的效益 我们先进广告再回来继续看